台北社捷運站 那麼在十八號的晚間 傳說襲警的事件 圓民女子她在捷運站 疑似是因為站務人員還有員警 不惜這個不借她手機的充電線 那麼既然是惱羞成怒了 拿起手中的提袋就怒砸女警 好 最後女子當場是被帶回來警局 一發送敗 提高分貝超激動 調完衣服女子借不到充電線 一開始只是無奈插手 之後她幾乎抓狂 拿起手中提袋 用盡全力砸上員警 富人手機沒有電 想要使用這個充電站 但是她沒有帶線 先去跟詢問處的服務人員借 沒有借程 再轉向跟員警借也沒有借到 晚上六點多 下班下課的尖峰時段 林姓女子想要借線充電 卻接連被站務人員 跟巡邏員警拒絕 她不死心繼續質問理由 員警只好解釋 我沒有義務要借你 沒想到林姓女子突然失控 揮舞手中的包包 攻擊員警右肩 即使女子口氣激動 捷運站內一旁等電梯的人 都很淡定 充電站的兩名男子也在滑手機 大家都把視線撇開 就是沒有人要借她線 就是沒辦法借給她的充電器 她一時的情緒沒辦法控管 造成這樣的結果 我們就依法 依法外公共給她偵辦 林姓女子手機沒充到電 反倒被帶回警局 現在低頭足時 戴手機沒有電 真的會讓人很慌張 但是借不到充電線 就要攻擊他人 實在是太超過了 記者郭宗睿 承接會台北採訪報導 對黑貴 雲的花耳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